这是一群正在玩闹的畸形人 他们形状各异 其貌可增 有智商不高的洋葱头 只有上肢的半身人 不足一米的小猪如 没有四肢的海豹人 半男半女的阴阳人 还有长在一起的连体姐妹花 他们生来大多数都被家人所遗弃 行走在世间也只能被人们视为怪物的存在 无法融入正常的人类社会 即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群畸形人只能在马戏团里 通过出卖自己的样貌 维持那卑微的人生 索性畸形人们在马戏团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彼此之间不仅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相互之间甚至都组建了家庭 胡子女士与竹竿先生诞下了个正常的男婴 连体姐妹花也分别嫁给了马戏团中的演员 话说这一家四口人 晚上该怎么就寝呢 只可惜马戏团中的一对诸如情侣发生了感情危机 这天来自德国的绅士矮人汉斯 迷恋上了马戏团中最美丽的高个子女人佩拉 她被称为空中孔雀 是马戏团中的头牌花旦 甚至曾有为皇室王子为她开枪自杀 多少观众是冲着她的美貌才买票进场 汉斯当着自己未婚妻戴希的面 丝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美之词 而高个子女人佩拉也有意无意地调戏着汉斯 这让一旁看着这一切的戴希 心中好不是滋味 因为她知道只有自己对汉斯才是真爱 可是那个女人 她只是贪图汉斯的钱财 通过刻意接近她 给她营造暧昧的错觉 就能轻易搞到一些小便宜 即使汉斯与戴希已经订婚 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汉斯 却始终听不得戴希的劝告 执意要追求佩拉 而佩拉私下里 却与马戏团的大力士是对地下情人 玩着汉斯经常私混在一起 他俩有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打心底里瞧不上这般激情人 甚至当阴阳人不小心撞破他俩的私情后 大力士也丝毫不手下留情 直接给他来了一拳 窗边看着的佩拉发出肆无忌惮的嘲笑 汉斯无时无刻不将目光放在佩拉身上 稍微听到有人拿他仰慕的女人开玩笑 就会勃然大怒 用来自德国郊外最标准的家乡话 对他们发出亲切的祝福 而佩拉也乐于当着众人的面 当众玩弄汉斯 将他视为真正的小孩子一样 等在想从他那搞点好处时 只要陪他喝点酒 稍稍哄哄他 票子自然就进到了佩拉的口袋 见自己的心上人如此受人羞辱 戴希实在忍无可忍 敲开了汉斯的屋门 想最后再劝一次自己的未婚夫 希望他能浪子回头 可怜爱脑上头的汉斯 称戴希不懂自己的快乐 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 一旦自己做下决定 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见自己情郎如此这般决绝 伤心欲绝的戴希 也没有什么理由再去阻拦 汉斯只能对哭着梨花待雨的戴希 说一句抱歉 另一边 佩拉正对着他的情人 炫耀自己从小矮人那里搞来的一枚银手镯 价值上千美元 这个凯子小侏儒追女人出手还真大方 大力士言语之间 无不充满了对她的嘲笑 正当俩人还在商量怎么多骗一点时 屋外转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佩拉以为汉斯又来找她了 连忙让大力士躲到一旁的厕所里别出来 可进门的却是眼角还有泪痕的戴希 佩拉见识她 立马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 质问这么晚了 她来我房里要做什么 那必然还是为了汉斯的事 可怜的戴希 即使自己这般卑微婚夫所冷落 也还是受不了她被马戏团其他人所嘲笑 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佩拉 如果不是佩拉贪恋汉斯的钱财 也不至于如今的汉斯像一条舔狗一样 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可佩拉听到戴希说出的这些话 只觉得可笑至极 她本来就将汉斯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 才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她 可正当佩拉想要继续与戴希唇枪舌战时 从她的嘴里得知了一个惊天内幕 那就是汉斯从无儿无女的德国舅舅那里 继承了亿万家产 听到如此炸裂的消息 佩拉双眼顿时透出贪婪的眼神 随即洋装镇定 假装早就从汉斯那里知晓 随即便急忙将戴希赶了出去 此时一直躲在门后的大力视野 窜了出来 惊讶于这个小侏儒 虽然生来是个怪胎 可是这命怎么就比自己的好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一旁紧握酒杯的佩拉 丝毫没心情听这个废物发牢骚 他现在一心只想搞到汉斯的这一大笔遗产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先假意答应嫁给他 然后等找机会 再慢慢让小侏儒 堵死在他手里 这样自己就能顺理成章继承丈夫的遗产了 真是好意对美国潘金莲与西门庆 很快佩拉就答应了汉斯的求婚 马戏团里的激情人们 纷纷穿上正装 前来祝贺这对升高萌的新人 众人在婚宴上分别表演自己独门绝技 宾客们看得是不亦乐乎 只有坐在餐桌最边缘的戴希 一脸忧愁 毫无兴趣观赏这吵闹的表演 佩拉趁众人不注意 悄悄地将毒药倒在了桌底下的酒瓶里 假意为爱人倒酒 劝汉斯喝了下去 餐桌上酒过三巡 感觉遗产已经十拿九稳的佩拉 逐渐有点伤痛 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嘲笑汉斯 甚至丝毫不避讳 就与大力士拥吻了起来 汉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佩拉会如此直接背叛自己 受不了这恶毒的女人 对自己爱人无尽的嘲弄 早就坐不住的戴希 起身愤然离喜 此时在场的一个小矮人提议 要大家把佩拉当作 畸形人的一份子 从此以后彼此间就是一家子人了 听到这话的佩拉 酒瞬间就醒了过来 面目猙獰地瞪着在场的畸形人们 她十分不情愿地 接住递过来的酒杯 随即就开始破口大骂 骂这群畸形人是一堆怪物 是怪胎 不仅是肮脏的生物 更是魔鬼与人类杂交下的怪主 居然想把老娘 列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还真是给你们脸了 也不看看老娘是什么身份 容得你们这群怪胎来套近乎 更是接着数落汉斯 像一个小婴儿一样 完全就不是个男人 这样的举动 无疑让汉斯十分受挫 虽然事后 佩拉带着大力士向汉斯道歉 声称当才的言行举止 都是闹着玩的 是喝醉之后的无心之举 希望她不要太过当真 自己已经低头认错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此刻汉斯终于明白了戴希之前的苦口婆心 知道佩拉对自己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搞成如今的场面 可真就是自己活该了 只是对不起了无限包容自己的戴希 话没说完 汉斯就因为中毒过深 静止地晕倒过去 索性毒性不重 汉斯还只是倒床不起 第二天经医生的诊断 也一眼看出是中毒所致 这样离谱的病因 众人很快就将嫌疑锁定在了佩拉身上 汉斯的同伴在昨晚也亲耳偷听到了 佩拉投毒的事实 得知真相的汉斯 自从之后不再相信这狠毒的女人 他偷偷将佩拉胃下的药 扭头又吐了出来 嘴上依然说着对佩拉满是愧疚之情 但等他走后 就与自己的畸形人同伴商量着报复的对策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在第二天马戏团赶路的雨夜 汉斯让同伴守在自己的身边 他拒绝了佩拉的胃药 伸手示意让他交出那瓶毒药 眼瞅着在场的气氛非常不对劲 自己的阴谋显然已经败露了 他恐慌地递出手中的毒药 试图请求汉斯念在往日恩情 放过自己 可汉斯自己却是逃过一死 想到这个女人是如此不屑于 他们这个畸形人群体 唾弃他们 污蔑他们 那么就让他自己常常也变成畸形人的下场 佩拉听完惊恐万分 随着马车倒下 他在雨夜的泥潭中玩命地逃跑 可最终还是被爆发的畸形人们包围住 被大卸八块 变成了如今这幅不仁不羁的模样 与畸形人的命运一样 供观众们娱乐观赏 而那个大力士则不用受如此折磨 他被畸形人们用乱刀砍死 成为了嘲笑畸形人的反面例子 故事的最后 汉斯继承了舅舅的遗产 独自一人住在偌大的城堡之中 看见曾经的未婚妻戴希前来拜访 还是抑制不住对他的歉意与撕裂 在戴希的怀里哭得就像个婴儿 从此以后 汉斯和戴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尽量不去想起那一晚罪恶的回忆 这部《畸形人》 是世界电影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部镜片 里面的演员都是本色出演 他们没用特效 没用化妆 而是导演在世界各地召集的真实畸形员 他们大多的职业就是在马戏团里从事表演工作 与电影中的处境如出一辙 作为引起观众猎其心理的卖点 为了通过当时美国的电影审查机制 导演布朗宁硬生生将这部原片90分钟左右的电影 删减为60分钟左右了 即使是这样 彼时才进入有升片时代的观众 必然无法接受这样直接刺激的画面 主流媒体与大众纷纷对电影进行口诛比伐 以至于电影发行后不久 就遭受了禁印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 部分影迷逐渐识得了这颗沧海遗珠 甚至将它视为瑰宝 观众又可以重新审视这部电影中的正常人与机型人 思考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机型人 虽然这部电影始终无法进入到主流语境中的大雅之堂 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一小撮靠的影迷心中的经典 感谢观众